相信這個編球隊 都會自然按照中國香港委會的指引 帶備了那個正確的各國國旗的工具包 我相信他們會交給主辦機構 為什麼還會出錯呢 始終要追究那個現在互聯網的 大家知道現在大會很多國際賽事裡面的大會 都是用了互聯網的手層器去尋找出賽國家地區的各國 過去出賽也是由於互聯網那裏 將不正確的各國放上去前置那裏 各個香港的體育眾會都會覺得 我們講起體育委會的指引是充足的了 但是問題是我們執行的時候 我們監督的時候我們都要加強 我覺得政府也有責任去繼續向互聯網的官員上去交涉 中國香港的國國國的優惠版本應該放在最前面的